记者黄佳麟高雄报道,山林大满园区内的隔代教养,单亲,新住民,中低收入,失亲子女比例相当高,常发生孩子们放学回家到处游荡,无人指导课业等情况,被高雄家福中心与大爱社区内的八八角落,文化种子协会合作,推动大爱夜见课后辅导,让孩子稳定学习并提升学习的动力。 被高雄家福中心主任魏宗印表示,亲近土地,乐活学习是大爱夜间客服班的设立宗旨,每周除了进行课业辅导,还安排摄影培训,食农教育,才艺共学以及舞蹈教学,让孩子们在多元文化课程中享受学习的乐趣。 暑假期间,大爱客服班还带着孩子到其今进行密趟城市小旅行,孩子们到其今贝壳博物馆参观,看见有世界最大的二媒贝,还有各种稀有珍贵的贝类标本,让这群以山居住的孩子大开眼界。 在志工的导览解说下,孩子们认识了贝壳的形成和结构,探索了缤纷的海洋生态,还跟南高雄家福中心的孩子互动交流。 透过其今孩子带领制作杯子蛋糕DIY以及展现手冲咖啡的互动中,两个客服班彼此分享不同的学习经验,也希望及次培育孩子的能力以及协助脱贫的机会,让孩子翻转人生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